View部分的话呢,我们原来是做类似像这样的,不过你会发现这样的这个List View,缺点是感觉好像没那么好看 所以我们后面的话可能会把它改成类似像这样子,这个叫圆角 类似像那个List View,感觉它的就比较不会像之前一样,四四方方的,而且是贴在整个页面上 现在的话是浮在上面,感觉好像更立体 那再来其实你还可以再把它改成什么,甚至上面还可以再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标题 所以可能可以再把List View做一个美化,让它的效果更加的漂亮,不过要怎么样可以让它变成圆角 其实很简单,你不要,主要是要知道一些设定在哪里就可以了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是针对那个首页部分好了,所以首页部分我们有做了五个页面 然后五个页面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上面的页首部分 页首部分,然后 底下 页 再来底下部分的话,我们要增加那个 一个Net Bar,所以第一个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会有四个项目 那这四个项目的话呢,我们直接把它放在哪里,放在 其实基本上的话呢,我们把它放在内容里面,我看一下这个地方 基本上我们把它放在 我们的这个 这上面 我们把它放在内容里面 OK,那所以呢,第一个我把它放在 这个地方 那还记得 这个List View怎么做吗 第一个呢,我把这个四个先 打上去,或者贴上去 那 接下来的话呢,特别注意,把这几个,如果你要做List View的话 可能要记得几个部分 第一个,你要先把它用什么 加上去之后的话,请你把它改成项目符号 项目清单 有没有,先输入之后的话 然后项目清单,不过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你如果从 记事本贴过来的话 它会是换行 不是换段 所以可能你的 项目清单加上去之后的话 它会只有第1个是有项目清单,其他没有,因为你不是换 换一段了,所以怎么办 我习惯像把它Delete掉 按Enter 然后移到后面去Delete 按Enter,Enter才是换 换一个段 那换一个段,如果跟换 一行有什么差别 其实主要差别,各位可以看那个程式码就知道了 如果是换行的话是BR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吗 换段的话是P OK,P的话是换 一个段落 那项目符号的话呢,需要换的是一个段落 把它移到这边点一下 OK 那我把它取消给各位看,如果取消恢复的话 取消是P,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呢 你加上去,而且你会发现 换段是段跟段中间,有没有 它是分开来的 OK,那我如果加项目符号的话 它就会自动把它改成什么 UL 到UL的 这个范围 然后呢 里面的话是LI,一个项目跟一个项目之间的话就是LI 这个标签符号 那再来的话,如果我要把它改成像之前的那个ListView,还记得吧 其实最大的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UL后面,你把它控一格 把它改成什么,改成叫做ListView,不过前面要多一个叫DataRaw Data Data DataRaw 打一个R Data的这个Data的角色 等于什么,等于ListView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ListView的状态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就增加这个 如果你假设忘记,你可以参考那个102App里面 然后最后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save一下 save,我希望按Ctrl加S 存档 存档之后,它说要不要帮你复制这些东西要 确定 那其实你重新整理啦 这边的话,假设这个网站 如果按下重新整理,这边有个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因为存档,它会帮你把那个JQuery Mobile 里面的一些韩式库,帮你加进来 如果有这个东西喔 才能够变这个效果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没办法变那个效果 所以,把它及时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就变项目清单 但是呢 还离我们要的结果 有一段距离 什么 什么样的距离啊 就是你会发现 这个上面好像没有一个箭头 为什么没有箭头 因为没有超连结 那怎么样做超连结 应该还记得吧 超连结的话呢 第一个 我把这个好像前面有空白吧 空白拿掉了 那看起来会比较 比较OK一点 看起来比较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做超连结 也就是这个呢 要连到page1 这个要连到page2 一之类推 那怎么连过去啊 应该还记得吧 1 选取这个绿岛机场 2的话,在下方连结的地方 加个井字号 一定要加个井 如果没有加个井的话,连不过去 打一个page1 OK page1 Enter 那我习惯是把这个page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Enter一下 OK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再加一个page2 Enter 这个的话page3 一之类推嘛 一个一个的 OK,然后把这个地方page4 好 那我们这样已经加了超连结之后 再及时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箭头就出来了 有没有要点点过来 因为这个 当里面的话 我现在page123 里面并没有加任何东西 所以里面只会出现这个 当然 待会请各位 自行再把什么 把这个page1 就是改成什么 改成我们刚刚有 下载的那个 data 有没有,练习档里面的data 那请自行怎么样 把那个data1里面就放什么 放标题是绿岛机场 然后呢 绿岛机场 所以把page1这个绿岛机场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自行再把它贴什么 贴这个底下 的说明 把这个说明贴上 贴到内容里面去 OK 这样的话 我及时看 你会发现绿岛机场 切过来就有了 OK 然后 这个是第1个 我们等于是把那个 这个102的那个list view 稍微做个复习 动作都差不多 1先做项目清单 2的话呢 记得 在那个ul 项目清单的后面加一个data row 等于list view 那如果要做超连结的话 就选取它 在下方增加这个连结 这特别主要 大概就是 1是项目清单 2的话呢 加上 这个data row 3的话呢 那就加上超连结 就OK了 那如果最后的话 我希望 可是看起来 好像就是跟之前一样 一个项目清单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地方变成我在 云端上面放的这个效果 就是 有点圆角的效果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其实特别说多一个功能 旁边有去 有显示出来 其实就多一个 一个设定 叫data insert Data insert 等于 这个true的意思 OK 所以 我如果要设定的话 其实呢 我只要怎么 把游标放在 这个范围之内 第2个的话呢 就在 右边 这边就有个叫资料标签 标签检视窗这里 找到 JQuery mobile 关键地方 以后的话你要找相关设定 就从这个地方 然后呢 你只要怎么 把这拉过来一点点 拉宽一点点 关键 不然同学有时候常常 发现 比较会有问题就是找不到这个东西 然后呢 它里面的话会有个叫 Data insert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只要在 这个 范围之内 你就找到一个 它的属性叫 Data I开头的 inset 这个有没有 就这个标签嘛 然后你就直接 在旁边这个选项里面 把它改成 True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它要inset inset 所以 那个刚刚那个效果就inset inset就是什么 把它变成圆角 让它浮凸上去 那这个设定完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设定完之后 其实有个最大的改变 哪个地方的改变 理论上应该会在 Ul 后面加上这个东西 实际上 你做这个动作 它只是帮你在这边 写一个这个程式 有没有叫Data 1-inset 等于True 就是这样而已 那当然你想说 那老师我可以自己打吗 OK啊 如果你会自己打 最好 自己打一下 如果你不会自己打的话 没关系 你就找一下那个资料 这个标签 解释窗的 那个JQ Mobile 里面也有 OK 然后把它设定完之后 最后来试一下 看那个效果 OK 有没有出现了 如果有的话 那表示成功 OK 所以我们又 把这个效果 又向上又增加一个圆角的 这个设定 圆角设定特别注意 就是 Data inset 等于True OK加上去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首页部分 加上这 四个项目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